一口风尘 住在德尔门新街坡附近的人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他们家吧 不同口味的胡椒味蛋糕 速度时间也不一样 今天这期测评 你们不看就亏大了 三色的毛巾卷 巨尘 拿破仑 真字的核桃的 低糖少油的贝果 四种口味 巧克力的胡椒味蛋糕 你能听见那沙沙的声音吗 开新果草莓千层蛋糕 为什么说不开这期就亏了呢 因为麦库草莓家要周年庆了 一年一次的周年庆啊 能听得到多酥 咬一口 就满满的黄油香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吃 烹烤过的盒子香味道 他家的拿破仑会做的小巧一些 就比较方便入口 我已经数不清楚他们家这个 酥皮是多少层 这真的厚绝 真字的 它好像还混合了一些真字酱 如果你的码回去啊 觉得酥皮不够酥 就没有我说的那么酥 可以把它放在冷藏 或者冷冻室里 然后冷静一会儿 绿色的是抹茶瓶 奶油或草莓果肉的加鲜 黑色的中单转的是奥利奥和奶油 黄色的应该是芒果的吧 感觉芒果的这个奶油也是调过味的 这两个就是原味的奶油 千层皮呢 是那种用叉子 能切断 但是还有一丢丢韧劲 非常的蓬松且湿润 而且巧克力味挺香的 可以用微波炉稍微热一下 还会有一点点流心爆浆的感觉 给你一咬 就会有那个沙沙的什么 就感觉是扎实一些的奶泡 它上面点着的是开心果 预测的是开心果的千层 下面是草莓加息的海盐蛋糕 一块蛋糕多重口感 芝士的 好香啊 表现散了很多芝士 芝士奶酪加新的 那种原味或者是蔓越莓的 就早晨 稍微用空气炸锅附热一下 从中间片开 然后做个三明治 或者抹点奶油奶酪都非常好吃 贝果绝对是低糖低油的代表 很有认知 它是很蓬松的 反正你们就记得 17到19号去卖库扫荡一圈就对了 这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了